而屏東縣南州鄉公所 則是有公有鄰骨塔 在近期完工 第一批釋出一千三百個塔位 從昨天開始讓鄉民來登記 有位每個人可以登記的數量不限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人 即便寒流來襲 但是一大早就去排隊 有的人更是在前一晚 帶著躺椅還有棉被 到鄉公所外頭過夜來卡位 那麼兩天下來 已經被搶走六百多個塔位 一大清早鄉公所外 就有人排隊 前面幾個更是前一天 晚上就來報到 帶著躺椅跟棉被 公所外過夜 後面還有人拿椅子 三角追等卡位 大家到底在搶什麼 就是要搶著登記 公有鄰骨塔的塔位 屏東縣南州鄉的公有鄰骨塔 一百零九年九月動工興建 近期主建築完工 鄉公所第一批釋出 一千三百個塔位 從十二月二十六號開始 一天開放一百個人登記 沒想到兩天下來 就已經被登記了六百多個 有民眾說 每人可登記的數量不限 這樣似乎不太公平 鄉公所就提出了 和陰影的方案 公所這邊會來持續 跟我們這個代表會這邊 來爭取來增設 然後來回應 呼應了我們鄉親的需求 因為不再開放土葬 部分土地也因為要開發 一些墓地必須簽葬 也因此讓公有塔位這樣搶手 不過鄉公所表示 請大家放心 會盡量爭取來滿足鄉米的需求 華視新聞週末 看出去年秋顯熊